19日,韩国的第一届青龙电视剧大赏获奖名单公开 李正仔凭借鱿鱿游戏获得了最佳男演员的称号 在颁奖典礼上,李正仔身穿影灰色西装出席典礼 领大也是深色系的 这番装扮让他整个人看起来很是深沉 也让他更为沉稳大气 虽然在今年的百想艺术大赏上 李正仔陪跑俊浩让很多人不解 不过这次入选是地 让李正仔的演技再度得到大家肯定 要知道,过往颁奖里只聚焦在电视台的内容 而这次韩国最具公信力的颁奖里 韩国青龙电影奖的主办方为了适应时代变换 举行了今年第一届青龙电视剧大赏 聚焦串流平台制作或投资的作品 可以想象到其中竞争有多激烈了 简直到了神仙打架的节奏 说起李正仔,想必喜欢韩剧的朋友并不陌生 去年的一部游戏游戏 他凭借出色的演技一天就吸引了98万粉丝 不仅让他成为了如今的师弟 还在当时被好莱坞导演邀请合作 成为全球最火的韩国男星之一 况且在此之前 他还凭借《沙漏情人》《新世界》等作品火遍亚洲 将其中每一个角色都演绎得淋漓尽致 一度成为了无数少女心目中的国民男神 被誉为是颜值与演技并存的实力派 而且他在人气上也不疏离秉献 郑宇盛就是这么一个优秀到无可调剃的男人 本该拥有一份美满的爱情 却为何苦练以后金明喜三年惨被抛弃 又是什么原因 让他从富家子弟沦落成为打工仔 如今49岁依旧不婚 下面就让我们来一起巴一巴 李正仔任性的背后究竟发生了什么 李正仔1972年出生在一户优越的家庭 爷爷奶奶是医生 外公外婆经营着大型酿造厂 在那个年代算得上富裕 可惜在李正仔独一年级的时候 母亲因投资失败 家里所有值钱的东西都被拿去抵押 让原本富裕的家庭一夜之间跌入低谷 这也是他由富家子弟转变成为落魄少年的最直接原因 也正是因为这段经历导致李正仔在读书时期 经常遭到欺负 加上他的哥哥一出生就患上自闭症 所以家人把所有希望寄托在他身上 高中毕业后 李正仔为了补贴家用不得不到处打工 或许是他的这种遭遇感动了咖啡厅的老板 那时候身材长相都很出众的李正仔 在一次工作时 被老板推荐去广告公司面试 正是这一举动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在那之后 李正仔进入演艺圈发展 并在1993年获得机会 出演电视剧《恐龙先生》 由此正式出道 该剧在当时有着不俗的收视率 这让李正仔获得许多导演的青睐 1994年 在与崔明秀等人合作《沙漏情人》中 饰演了一名保镖 或许是因为太过于帅气 受欢迎程度居然超过了主角 播出后 收视率高达64.5% 在这部剧中 李正仔不仅凭借自己的颜值 更凭借着出色的演技 火爆全网 成为白想首位包揽 同届影视新人奖的演员 走红后 他的片约广告接到手软 正因为如此 让他身心疲惫 最终决定暂编演影圈 去扶兵役 退伍后 人气依然不显当年 1998年 搭档郑宇胜合作的电影 日出城市 更是一举夺的青龙影帝 成为韩国史上最年轻的影帝 李正仔一夜之间名声大噪 之后陆续出演电影下 女星世界等作品 稳居一线顶流 与黄正明和正宇 李炳宪 被评为韩国七零后演技派 从此 李正仔事业迎来了巅峰时期 不少媒体对他的感情 更是抑制关注 关于他的恋情 早在2000年拍摄电影 《诚埃浦》就出见短倪 那时候的他 与金明喜英戏结缘 经过朝夕相处后 2003年走到一起 当时这对金童玉女的爱情 令无数粉丝羡慕不已 两人经常在公开场合秀恩爱 一度被传出结婚的消息 结果却在2006年突然分手 恋情仅维持三年 对此 李正仔特别难过 常常拍摄结束后 一人独自深夜买醉 分手原因被爆出金明喜 把李正仔给甩了 金明喜后来陆续和李朱贺 赵英诚都谈过恋爱 但令人意外的是 嫁给已婚导演 让他背负小三骂名 经过一段时间 走出伤痛后的李正仔 选择把重心放到事业上 直到2015年才公布新恋情 女友是三星集团会长 李在荣的前妻林士林 消息爆出后 轰动一时 毕竟三星在韩国的地位 可不一般 林士林与李在荣 1998年在家族 强强联手下举办婚姻 婚后没多久 便生下一儿女 两人的爱情 还成为韩国的一段佳话 可惜风光无限的背后 林士林所陈述的压力 没有人知道 2009年宣布离婚 并回到大象集团任职 还挽救旗下 濒临破产的子公司 所以她不仅是 前三星太子妃 还是一个出身富贵 且才貌双全的女强人 离婚多年后 重新寻找幸福 与李正仔开启一段 财阀千金和影帝的 浪漫爱情 两人的恋情并没有隐瞒 反而大方公开 虽然经常遭到外界议论纷纷 但李正仔并不在乎 事业也没有受到影响 此番 她首部自导自演电影 Hunt进军嘎那 到哪都是媒体和粉丝追逐的焦点 据了解 该片放映结束后 这部电影收获了 现场2500名观众 起立鼓掌 掌声持续长达7分钟 林士林同样为李正仔 足足鼓掌7分钟 完全就是一位小迷妹 于是 在法国的嘎那电影节 迎来这样甜蜜一幕 韩国著名男星李正仔 与女友林士林罕见同框 在李正仔转身向观众致谢之时 林士林为了避开镜头 故意把脸朝向前方 两人虽然没有对视 但笑容洋溢 心照不宣 照片中 林士林身穿黄色漏肩长裙 一头卷发迷人 坐在第二排靠左的位置 全程都在用望夫眼注视着男友 期间一个回头 才意外被镜头拍到 如今49岁的李正仔 与林士林相恋七连 感情一直恩爱如初 对于两人不婚的原因 李正仔曾在节目中回应 我是艺人 在某些程度上 必须忍受一些舆论 但林士林是一般人 尤其是小孩的妈妈 不想因为我 导致她的家人受到伤害 打破外界一切质疑声 不得不说 她在这段感情付出了许多 作为韩国实力派男演员 李正仔前半生 经历各种挫折之后 逆袭成为人生赢家 爱情事业双丰收 祝福他们可以一直这样下去 谢谢大家